其實我那時候在綠島 我在綠島拍戲 所以那天也就是忙了 然後滿晚回到台北 就沒有任何 就是大家為冠婷跟小豆的消息很開心 都看到冠婷的發文 然後各個群組都 從炸而來的訊息 大家都跑不完開始 然後剛才看到他的發文 我是真的有點 眼眶是有點累積 妳在綠島沒有出一些夏日的練習嗎 妳覺得我綠島三個呆三千 就是有去各個不同朋友開的酒吧 然後一站一站的跑 然後反而是認識很多新朋友 總沒有看到很多男生 我現在才在 才在反省一下 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機會發生 都看到冠婷現在發文 然後各個群組都 從炸而來的訊息 大家都跑不完開始 然後我當下看到他的發文 我是真的有點 有點 眼眶是有點 有點累積 因為 我知道 我知道他們很久了 然後感情也很好 我覺得不容易 真的 就是當我穩的走到現在 所以我非常非常替他們 很亮 很亮 那什麼時候輪到 沒有 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在乎我 什麼時候要結婚 沒有沒有 沒有 爸媽最常講的就是 下班就睡覺 不要不要在家裡摸透波西看電視 什麼 所以其實家人比較在乎的是 健康吧 其實不是有一個 比較穩定的朋友 對 但是那個也 就是 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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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就是真的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那你看到就是 鑽戒的求婚會很羨目嗎 這種橋鑽 像劉冠亭那樣子 鑽戒好啊 蠻好的啊 自己也會希望這樣子嗎 浪漫的程度 會耶 會希望 很希望 我覺得有心意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有能力的話那也是很棒的 但如果沒有的話 走一個平淡的路線其實也沒有很過分 對我覺得人和人在一起 大家都有自己的默契跟相處的事 人有鑽戒就隨便 但有的話也錯了 那好像有傳出你要跟視網網合作節目是嗎 這個官方消息很快就會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挺拭目以待 你有跟顏雅倫有認識嗎 我們工作上面有碰過幾次 有關心他嗎最近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在關心他 因為他人有點蠻好的 很多很多朋友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有很多人愛著他關心他 我比較沒有去翻 所以這禮拜七夕也是就是 沒什麼特別的忙 七夕我那時候在綠島 我在綠島拍戲 所以那天也就是忙 然後滿晚回到台北 就沒有任何 就是大家為冠婷跟小豆的消息很開心 那就是我今年七夕 我覺得最有 最覺得有愛的一個moment 就是看到他們的好消息 不是你跟綠島沒有補一些夏日戀群嗎 你覺得我有三百三千 我有試著在酒吧晃一下也沒有人來找我 算了 就是有去各個不同朋友開的酒吧 然後一站一站的還好 然後反而是認識很多新朋友 但是怎麼沒有看到很多男生了 我現在才在 才在反省一下 就是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機會發生 嗨 大家好 我是舞痛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的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是號角翔琦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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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